主的话 彼得前书第一章 读到第十二节 你用你喜欢的语言读 但是请我们一起来读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祭夜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对我们就先停到这里 我们先有一点祷告 天父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赞美你 我们可以坐在饼杯的面前 可以享受爱的宴席 是何等的特权 我们如今又可以坐在你的脚前 等候圣灵通过圣经来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但愿这些的信息 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和帮助 也让你从我们的生命中得着荣耀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如果我们中间比较还记得 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记得彼得前书 是彼得写给 散注在土耳其一带的 这些基督徒的书信 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里面 彼得告诉他们有三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是被拣选的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是被神拣选的 我们第二个身份是寄居的 我们第二个身份是寄居的 我们是在回家路上的人 英文用的是Pilgrim这个词 是指着我们今天在地上 地上不是我们的家 因为地上是短暂的 我们的家在天上 是永恒的 我们还有第三个身份 是我们是好像被神撒种子一样 撒在世界各地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为神做见证 这三个身份 之所以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成就 是因为三而一的神所成就的大功 然后彼得从第三节开始 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天路客 我们有哪些盼望 三到五节我们学过 神为天路客做的 已经做的和继续在做的 有多少的大事 譬如说大怜悯 重生 活的盼望 美妙的产业 这个产业是为我们保存在天上 而且是好好地看守着 更宝贵的 是这些天路客在回家的路上 也被神好好地保护着 确保 确保我们可以安全地回到天家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六节的时候 彼得就说 因此 你们是有大喜乐 英文或者是原文说的比较清楚 它是说 在这个里面 你们的喜乐爆表了 在这个里面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可能是我们刚才讲的 所有的这些神为我们的祝福 做的一切的事 一个人如果知道你信了耶稣神给你有多么大的恩典 你的生命中就有一个喜乐是可以爆表的 这一个喜乐是胜过环境的 欢迎句话说 你知不知道神给了你多少祝福 如果你知道 你就会有这个说不出来的喜乐 如果你没有喜乐呢 就说明你还没搞明白 神给了你多大的恩典 一个天路客因为神的祝福 可以充满着喜乐 但是充满着喜乐 可不表示你生活中就是一帆风顺 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麻烦的 那彼得就接着告诉我们 但如今 注意哦 中文是翻作 但如今 但是其实它是说 即使是现在 哪怕是现在 意思就是说 神愿意给我们极大的祝福 让我们充满着喜乐 但是神不豁免我们 面对人生一切的苦难 我们不会逃 不会没有的 这就是很多有智慧的人会说 苦难真是一个奥秘 在彼得前书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就是要来帮助我们明白 面对苦难失恋的时候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很多属神的孩子都会问 神这么爱我 神这么有本领 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麻烦 那个答案就是在第六节和第七节 我怕你们等一下睡着了 所以我先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 所以等一下分组讨论 你至少还会讲两句话 简单的说 今天有苦难是为着预备我们进入荣耀 我们没有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将来在天上 我们有多美好的福气 但是我们很有把握地知道一件事 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是我们受训练的学校 神让我们经过这个训练 我们在永恒中才能够活得自在 生活中今天的试炼 是神使用的工具 预备我们 为这荣耀 如果我们来看第六节 他的原文的直诗 跟我们中文的翻译 不是太一样 这一节圣经是少数的 英文圣经翻译的比中文好 原文是这么说 然而如果有必要 会在百般的试炼中有暂时的忧愁 精明 给瑶姜 更多 如果 即使要是要有各種判斷, 你會遇到各種判斷, 你會被罪了。 你會被罪了。 罪了,有從。 你會被罪了。 這麼短的幾個字? 卻告訴我們非常豐富的教訓。 第一個教訓, 試煉是有目的。 你看他說,如果有必要。 那就表示說,只有在特定的時刻, 為著特定的目的,神才會讓我們經歷試煉。 神知道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樣子的試煉。 也許是為了管教我們。 也許是要訓練我們品格中的某一方面。 也許是為了保護我們,免得我們犯罪。 還記得保羅身上的那根刺嗎? 那是為了保護他的。 那也有可能是為了成全神的旨意。 約瑟的故事。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他的兄弟們是因為嫉妒他,要害他。 把他賣到埃及去做奴隸。 但是約瑟後來搞得很清楚啊。 所以他在創世紀五十章二十節,他才會這麼說。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識源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 今天我們活在地上。 我們對著我們周圍很多的人事物不滿意。 我們也不懂為什麼就是這個樣子。 甚至於有一些東西就是多少年都不改。 我們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相信。 神知道。 而且我們可以相信。 神的安排是最好的。 讓我再說一遍。 試煉是有目的的。 你們可不可以說一遍。 試煉是有目的的。 試煉是有目的的。 這幾個字告訴我們第二個重要的重點。 試煉是多樣的。 試煉是有各種類的。 彼得用百般這兩個字來形容。 彼得用百般這兩個字來形容。 比特用同樣的這個字來描寫神給人的恩典和恩賜。 好像彼得在告訴我們。 無論我們今天的日子是什麼顏色。 很多人都說藍色的星期一。 有的人說灰色的星期二。 無論你的日子是什麼顏色。 神都有同樣顏色的恩典來扶持你。 我在猜啊。 彼得如果用中文寫聖經寫到這句話的話。 他大概會這麼寫。 你們雖然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 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試煉。 但是你們可以確定知道, 這個都是為著你們每一個人量身定制的。 量身定制的。 你知道今天神的兒女。 自己有麻煩啊。 我們最喜歡就是看看別人的麻煩比我們多還是少。 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別人真正經歷的是什麼。 我們也不需要知道別人有什麼。 我們只要相信神給我們量身定制的不但不會錯, 而且肯定是對我們最好的。 我相信彼得會這麼地說。 絕對跟他在約翰福音二十一章那裡學的功課有關係。 我相信你們大概都記得那個時候。 彼得曾經三次, 主曾經三次問彼得, 你愛我嗎? 你愛我嗎? 然後主在第十八節告訴彼得。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樹上袋子隨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 別人要把你樹上, 但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你注意啊, 彼得聽完這個話。 二十節他就轉過身來, 看見耶穌所愛的門徒跟著。 我們讀聖經的人都知道那就是他的老對頭約翰。 他就二十一節, 就看著他, 就問耶穌。 主啊, 這人將來如何啊? 我這麼倒楣啊? 我要被人家綁起來啊? 我要帶個我不願意去的地方啊? 那那個傢伙呢? 二十二節耶穌對他說。 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 與你何干? 你跟從我吧。 耶穌的回答其實是很直白啊。 基本上如果簡單地說就是, 幹你什麼事啊? 親愛的弟兄姐妹, 其實你想一想, 你是誰啊? 浩瀚的宇宙中, 要找到地球是很不容易的。 在小小的地球上, 要找到你也不容易哦。 你算老幾啊? 我們不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其實你想想, 我們真的什麼也不是啊。 結果這一位無限大的神, 居然關心我們到一個程度, 在我們的人生中, 他為我們量身定做, 我們所要經歷的事。 如果你明白這個, 你要怎麼向神說話呢? 我以前不太認識神。 只要一碰到倒霉事。 別人還要跟我講什麼萬事互相效率。 啊,我就一肚子氣啊。 然後我就回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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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但沒有謝謝。 謝謝,但沒有謝謝。 謝了,不必啦! 但是你慢慢地認識神以後, 無論碰到什麼情況, 我都會從心裡的深處說, 謝謝你這麼在乎我。 居然為我安排這麼特別的事情。 試煉是多樣的。 請你們說一遍, 試煉是多樣的。 這段聖經還要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真理。 試煉是神掌控的。 試煉不只是神安排啊。 試煉不是隨機的。 試煉的每一個細節都在神的主權下控制著。 試煉不是沒完沒了的。 所以在這裡說, for a season。 中文翻譯說, 這是for a season。 中文翻譯說, 暫時。 這一點點時間啊。 Warren Weersby 曾經這麼說, 當神允許他的孩子經歷火爐般的試煉的時候。 他的眼睛是看在那個時間表, 那個clock,就是那個鐘上面。 他的手是在那個溫度調節器上面。 弟兄姐妹。 如果我們叛逆, 那我們這個時間就會沒完沒了。 如果我們叛逆的太厲害。 很可能他必須要調高溫度。 他可能需要增加了它。 但你能夠記憶到這個。 神不會捨得讓我們白白多受一分鐘的痛苦。 神不會捨得讓我們白白多受一分鐘的痛苦。 這是為什麼我們這些屬主的人, 我們不需要擔心。 我們不需要擔心。 我們不需要害怕。 在苦難中,我們可以像詩人一樣的喊著說, 還要多久啊,還要多久啊。 但是我們永遠記得。 這個時間是在那一位愛我們的主的手上掌控。 現在請你們跟我說, 試煉是神掌控的。 試煉是神掌控的。 不但如此。 試煉是不容易的。 試煉會帶來憂愁。 那憂愁這個字, 是聖靈描寫主耶穌在克西馬尼元的那個痛苦。 而同樣的這個字, 在鐵撒努尼加前書, 是來描寫信主的人, 為著所愛的人離去裡面的感受。 簡單地說, 這個字的憂愁啊, 是包括了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是一個相當強烈的字。 彼得在彼得前書後面的經文裡面, 無論是一章十一節,四章十三節,五章等等, 他都故意不用這個字。 他用一個比較一般的字來描寫憂愁。 所以很明顯彼得是要讓走天路的人知道, 試煉在我們的生命中帶來的憂愁, 不簡單。 我們必須面對這個事實。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 充滿著危險和困難。 我們面對各樣試煉的時候, 我們不要假裝自己多厲害。 不要假裝我們多屬靈。 我最受不了有一些基督徒。 他用感謝神當狗頭禪。 什麼事都感謝神。 哎呀,出了個車禍,感謝神吧。 我們不需要那麼屬靈。 但是我們也不用喪膽。 試煉的痛苦。 是很苦的。 但是不是浪費的。 我們中間有好多年輕人。 我最佩服你們的就是你們去鍛鍊。 我看你們鍛鍊的時候啊,那個叫啊。 痛啊! 全身都是汗啊! 你們還忍耐啊! 還在堅持啊! 為什麼? 因為不會在堅持。 因為不會在堅持。 你這個付出不會浪費的。 還記得保羅在羅馬書那裡第五章告訴我們。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戀,老戀生盼望。 貪玩不至於羞恥,因為說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浇灌在我們心裡。 是的,試煉是不容易的。 是的,試煉是不容易的。 請你們說一遍。 最後,到第七節,彼得告訴我們,試煉是有價值的。 對彼得而言,他非常清楚,信心在天路客的生命中有多麼重要。 如果你還記得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裡。 耶穌警告彼得生命中要發生的失敗。 但是主在彼得失敗之前呢,給了他一個非常寶貴的應許。 。 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二節,主這麼說。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私了信心。 注意喔,耶穌為彼得祷告。 他沒有說,父啊,求你讓彼得大有能力。 給他有智慧。 給他有恩賜。 給他有健康。 給他有好名聲。 所有你跟我一天當晚祷告的東西。 主都沒有為祂祷告。 主為祂祷告只有一個東西。 什麼啊? 信心。 弟兄姊妹,這就是告訴我們。 信心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 記得希伯來書十一章第六節那裡說。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我們一起在讀加拉太書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五章那裡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話。 簡單的說。 什麼都不算數。 只有生發愛心的信心才算數。 彼得在前面第五節的時候告訴我們 天路客是蒙神能力保守。 靠的就是信心。 信心在我們的生命中如此的重要。 能不能夠這一條路走得好。 我們的信心就需要經過煉禁和考驗。 彼得用黃金做比喻。 一個黃金是不是純金? 它一定要經過試驗才能夠確定它的價值。 你我的信心是不是純? 也要經過試驗。 試驗這個字。 在新約中只用過兩次。 一次就是這裡。 另外一次在雅各書一章三節。 這兩個地方試驗都跟信心連在一起。 好像聖靈在告訴我們 信心絕對離開不了試驗。 這幾乎像是說 試驗和信心的結合。 基督徒不要吸取我們的生命中有試驗。 有試驗表示神對我們是信實的。 如果我們經過試驗, 這就是神對我們信實的。 因為只有經過試驗才能夠增強我們對神的信賴。 我們才不會失去信心。 經歷試驗會燒去我們對自己的信靠。 逼我們去投靠耶穌基督。 無論是逼迫還是苦難。 都好像火一樣。 它是不可能把金子燒毀的。 但是它會把雜質燒掉。 我們的信心不會被燒掉。 但是我們心中許多的雜質會被燒掉。 貴重的黃金。 有一天還要跟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受造之物一起消失。 但是我們的信心會存到永遠。 這是為什麼彼得說我們的信心更顯為寶貴。 沒有那麼寶貴的黃金還需要鏈鏡。 我們這麼寶貴的信心哪裏可以不需要試鏈呢? 古老的傳說裡。 古老的傳說。 煉金的大師。 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儀器。 他們怎麼知道這個鏡子燒的金現在存了呢? 他們用火一直燒。 雜質浮到表面上。 他們就把它弄掉。 再燒。 雜質再出來。 什麼時候停止。 當他們看這一個爐子裡面的精髓的時候。 他們看到自己的臉。 他們就知道煉好了。 我們的生命。 在試煉的火爐裡。 一次又一次地除去我們生命中的雜質。 直到我們反映出耶穌基督的美麗和榮耀。 所以彼得接著說。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得著稱讚榮耀珍貴。 在英文和原文的翻譯裡。 他沒有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稱讚榮耀珍貴是給誰。 因為經過試煉的信心。 對基督徒而言。 我們知道所有的稱讚都應該歸給神的。 但是。 在聖經中有一個很寶貴的觀念。 神也願意把稱讚歸給我們。 你記不記得在馬太福音25章那裡。 那些忠心的仆人。 主會稱讚他們說。 你們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聖經一方面告訴我們。 我們的主。 祂就是榮耀與尊貴。 我們透過試煉。 我們的生命顯示。 所以我們可以分享基督的榮耀和尊貴。 這是一個多麼大的難以想像的特權。 因為整本舊約聖經一直在強調 榮耀單單歸給耶和華。 但是神在祂奇妙的恩典中。 透過了試煉。 讓我們分享這樣的榮耀與尊貴。 所以你記得在羅馬書二章十節那裡說。 神會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人。 這個是難以想像的恩典。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二章七節這麼說。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說隱藏神奧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萬事之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 這是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我們是地獄火湖的材料。 我們是灰塵一樣的人。 神卻預定我們得榮耀。 那這麼美好的事情什麼時候發生呢? 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顯現這個詞。 顯現這個詞。 它的意思不是 這個詞在聖經中其實就是我們平常很多的地方翻譯成啟示的那個詞。 是指到一個東西或者一個人他一直在這裡。 但是呢你看不見他。 那直到把那個遮蓋打開以後。 你才看得出來。 你才看得出來。 彼得用這個字提醒我們。 基督一直是充滿萬有者的那一位。 他是無所不在的。 任何一個時刻。 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地方。 無論你走到哪裡。 你是屬主的人。 主就在你裡面。 主就陪伴著你。 這是何等寶貝的事情。 但是更寶貴的。 今天看不見的這位主。 有一天要顯現出來。 我們要看見他。 到那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 稱讚。 榮耀。 尊貴。 都要獻給耶穌基督。 而我們這一群人。 我們就會像羅馬書八章十七節十八節那裡的感覺。 既是兒女便是後慈。 就是神的後慈和基督同坐後慈。 我們若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我相信到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有一個感覺。 為什麼彼得要把大喜樂跟試煉連在一起。 今天如果我們在試煉中在苦難裡面。 我們看環境。 我們看自己。 我們是喜樂不起來的。 但是如果我們向前看。 我們向上看。 我們就有盼望。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記得江弟兄上一次來這裡講道。 我幫他翻譯。 我幫他翻譯。 我一身冷汗。 為什麼? 因為老弟兄啊。 在那裡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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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個姐妹說她好像講了七七四十九遍。 但是我們非常驚訝。 到分組的時候。 從最老的到最小的。 不要看環境。 不要看自己。 只要看主。 地上姐妹。 這是我們活在地上的秘訣。 我想起來有一個很有趣的短文。 這個文章的題目叫做。 如果你希望活得淒慘。 多想想自己。 多說說自己的事。 在對話中盡量多提到我這個字。 不斷在別人的眼光中審查自己。 不停地想要聽別人對你的看法。 渴望被欣賞。 常常保持一顆懷疑的心。 容易嫉妒和羨慕別人。 對受到輕妙特別敏感。 永遠不要忘記別人對你半點的批評。 不要相信別人只要相信自己。 堅持要求別人要考慮你要尊重你。 別人一定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跟我的看法一樣。 。 假如我對別人好他不曉得感謝。 活活氣死我。 永遠不要忘記你對別人幹的好事。 能逃避責任就逃避吧。 別人的事少幫忙。 你如果這麼幹。 再多的榮耀的盼望。 都不能夠拯救你。 但是如果我們看主。 看主給我們的應許。 看主已經為我們所成就的。 他繼續還在為我們做的。 。 雖然我們今天在生活中還有很多不如意。 有很多的試煉。 有很多的試煉。 但是記得。 試煉是有目的。 試煉是有目的的。 試煉是多樣的。 試煉是神掌控的。 試煉是不容易的。 試煉是不容易的。 試煉是有價值的。 我們受造就是為著得榮耀。 我們蒙保守是為著得榮耀。 今天神還預備我們得榮耀。 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是我們榮耀的盼望。 我們祷告。 天父我們把你的話交在你的手上。 我們求聖靈用著這些話幫助你的孩子們。 讓你的兒女無論在什麼環境裡面。 不忘記自己的身份。 對著你為我們預備那個美好的未來。 我們有活的盼望。 我們祷告是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 我們祷告是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 Amen。 Amen。 神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